對 那這邊我們就先看一下這個 兩邊成員開場的動向 其實動向也沒什麼 因為他們只會去終點啊 對 但是他們會放那個shadowrefuge 但是這個紅隊是沒有 他們這邊就不是用shadowrefuge 他們是用疊一個combo來隱形 那紅隊就是直接這個全員出沒 對 看起來紅隊想要秒誰 他們第一波的 秒守護啊 沒有 目前他們的目標轉到了藍隊的守護 呃 游霞身上 但是紅隊的守護已經倒地了喔 對 這節奏非常快喔 成功的被隊友給救了起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紅隊已經接近要崩盤的節奏 因為他們目前死贏的血非常少 喔 那是那個 DS是不是 我看錯了 那 對不起 那這邊守護又在倒地 而且成功的被藍隊給終結掉了 嗯 然後並且這邊工程也是血量很少 這邊直接被秒掉了 那現在隊友嘗試在救他 但是他們身上很多症狀喔 對 可以看到戰士剛才身上有11層流血喔 看來這個紅隊要一波崩盤的節奏 已經接近快要滅團了喔 對 這個游霞他的那個解全症狀 是一個已經在CD當中 所以他剛剛是沒有辦法為隊友解症狀 然後這邊就是即將滅團喔 只剩下兩 對對對 這兩個人是剛復活喔 他們現在目前待在這個base裡面喔 就他們的基地裡面等待隊友重生 然後打算在基地裡面防守一波喔 其實他們剛開始這個 他們先是集火了守護 然後後來又是轉到這個游霞身上 所以守護剛剛是把招都開掉 但是就是沒辦法殺掉他 然後反而是紅隊就直接崩盤了 這可能是選擇這個目標上出了一點問題喔 因為以這個守護跟游霞來講 應該是比較bunker一點的職業喔 對 整體而言除了這個選目標出現問題以外 還有他們我覺得他們那個 集火的水準有差喔 嗯 就是 就是 因為他們 藍隊也是選擇集火對面的守護 但是很快就是殺掉了他兩次這樣子 對 就是把他兩次都 變成一個倒地狀態這樣子 那目前 可以看到這個肉的血量大概剩下60% 50% 30% 20% 那 這邊就恭喜藍隊非常快速的取了這一勝 對我覺得這個死靈有差啊 這個紅隊他們的死靈是一個直傷的死靈喔 應該 對啊 直傷死靈感覺對於這個對面的那個團隊的壓制力就不太夠 因為 你髮池其實他是固定在地上的 那我們只要不要踩上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 對髮池主要還是要配合一些控制技能 嗯 比如說像定身昏迷強 強力的控制讓你的可以定在那個髮池上面 對 那像這個 藍隊他們的這個死靈就是帶一個傳染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他一波非常成功的擴散出去之後 對面就是承受不住 那這邊就恭喜這個藍隊是取得了第一勝 那這就是一個BO3的比賽喔 所以就是三戰兩勝 誰先拿到兩場勝利就可以取得這個比賽的晉級喔 這個GPG的比賽節奏就是非常快喔 就是一個瞬息萬變下可能就結束了 除非說兩邊這個實力差不多就會在中場比較糾結一陣子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死靈的視角好了 看一下他是怎麼去選一個目標來放這個傳染 而且他是帶了兩個這個至寶招喔 這個鬼魅行走跟瞬移寵 這兩個都是可以擺脫這個敵人衝 他在開場為什麼沒吃到加速啊 我不知道 有時候會這樣喔我也不知道 因為五個人啦 他是剛好是可憐的那個 第六個人 他是第六個人 就他們現在是在打對面的這個攻城喔 這次紅隊的位置比較縮了喔 他們上一場就很直接衝槓啦 但是攻城還是直接倒地喔 而且死兩個了喔 已經死了 然後死靈他在倒地前是放了法師在地上 但是沒什麼用喔 這又被擴散又被擴散 可以看到這些他們剛剛倒地的人 那個身上的流血層數都非常的高 都至少這個六層以上喔 有些到十層 所以他們這邊第一波就是直接死了四個人喔 又要滅團 對而且這個傳染他CD非常短喔 可以看到就只有十幾秒鐘 所以其實他組織下一波的那個攻勢是非常快的 所以這邊這個紅隊可能又要在這個base這邊防守 因為他們其實還有成員是死在外面的喔 所以他們應該也不會冒然出來這樣子 那通常以這個我們昨天播的GPG的經驗來講 幾乎就是只要衝到這個base裡面打RODE 幾乎是守不下來的喔 守不下來 對就算全員防守也守不下來喔 對所以這邊就是可能紅隊要直接被這個 直接被壓進去了 並且這個死靈他已經賺飽了他的生命之力喔 所以其實這個傷害也是非常可觀的 就是大家先對一個目標先上一個高層數的流血之後再傳染出去 現在他們已經衝進去打RODE了 這RODE的血 已經沒了 已經沒了 對 已經沒了 OK那這邊我們恭喜這個GPG就是晉級了喔 剛想看RODE的血剩多少 RODE就死掉了 這是什麼那麼多外國人來我們的台阿 我來講 你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